一個人 你說眼睛代表他火 他戴不戴眼鏡 或者戴什麼顏色的眼鏡 有沒有講究呢 一個很有趣的就是我們要不要戴太陽眼鏡 原來是有分別的 根據中國傳統文化 因為眼睛代表火 如果那個人本身是生於5月到8月之間火多的人 他是很怕火 所以他是應該戴太陽眼鏡 但是如果那個人是需要火的話 他譬如說生於11月到第二天的2月 是冬天的說話 他就不需要戴太陽眼鏡 他最好看到太陽的時間 他都依然是看著太陽 於是他就可以補火 戴個紅色的太陽眼鏡可不可以呢 這個就是和你的八字裏面 要火就不要火 這個就關係到另外一個中國的古文化 就叫子平明理 有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於子平明理 有關於火的問題 不過眼睛是代表火的 所以大家留意 原來眼睛是五行屬火 而又有這麼多學問